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早盘一开开这么高 109点 可是收盘反而收在最低 也不可能天天过年嘛 对不对 清明过完之后 已经连标三天了 你看清明过完之后 礼拜一155 礼拜二177 礼拜三又141 加上今天的开高 109点 这样四天下来 5008点嘛 五四天而已 四天而已 582点啦 所以开高走低 也是正常的嘛 对不对 重点在于 个股跟类股的表现 今天金融股起来了 我昨天提醒你了哦 昨天金融股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今天提醒你了哦 金融股如果起来 大盘的资金量能 如果没有两千亿的话 那么将会造成电子股的排挤 那么电子股就会出现开高走低 你把昨天我节目掉出来看一下 网路上都有 掉出来看了之后你就记得 我昨天的提醒 跟今天的走势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今天再去追一些涨幅过大电子股 就不对了就不对啦 你看礼拜二的时候 道琼是开高走低 礼拜二道琼开高走低 可是台股却是开低走高 那昨天美国股市道琼 大涨我们却是开高走低 两天刚才电子股走 我们去美国下来我们爬去 那昨天美国涨我们今天是开高走低 大方向不会变 可是步调不见得会完全一致 那如果当出现这种步调不一致的时候 如果涨一起涨跌一起跌 那这是同步性嘛 那行情就是一个方向嘛 如果当出现步调不一致的时候 这又代表什么呢 这又代表行情即将进入震荡区间了 所以连续两天美国跟台湾 已经开始步调不一致了 这个行情要注意啊 会在万点上面震了 会在万点上面震了 要小心啊 那昨天美国 确诊人数超过四十万人 哇好恐怖啊 你看原本礼拜二的时候 开高压回 九百多点的卖压 感觉上好像要下来了 可是昨天美国确诊人数超过四十万人 又大增 结果股市又大涨 所以疫情越严重 行情越会涨 完全颠覆大家想象 疫情越严重 反而行情越涨 所以跟林德燕提醒你的一模一样 旧股市稳经济 比旧疫情更重要的啦 你看疫情越严重 行情就越涨 疫情如果缓和 那会不会就出现回档 这个你就要注意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上次跟大家谈的时候 三个二十四 美国才四点三万人而已 才两个礼拜时间而已 才两个礼拜时间而已 四十万人了 从四点三三个二十四 昨天变四十万人 快要乘以十啦 今天晚上的家进来 搞不好要乘以十了 可是行情呢 你看我们三月二十四号谈的时候 我们三月二十四号还在四万三千人 还没开始爆发的时候 道琼最低点三月二十三 对不对 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三月二十四 到从第一点三月二十三 紧接着疫情开始爆发了 股市开始飙了 开始飙了 不是四千五百七十点不值了啦 一斤五千几点嘛 一斤五千四百坑五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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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你如果一直用 一借老百姓的眼光在看事情 那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 那你换个角度 你是川普 你是习近平 你是蔡总统 你是各国的元首 那你在看任何事情 那就有不同的观点了 那就有不同的观点了 我们来看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大涨 在起什么东西 昨天涨到七百多点 涨两%三%都很正常 两%三%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看涨比较多的 推特八点八% Ebay 电制海湾 就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商 PayPal 4.4% 那目前到处封城锁国 网路业绩好 这正常的 昨天涨比较多 昨天苹果没有涨很多 2.5%也一般 昨天WD涨5.7% 全球最大硬碟厂 那美光是涨3.7%也一般 昨天Synix大涨8% Synix是神达的子公司 昨天通用汽车大涨8.5% 辐车汽车大涨6.6% 那这一家是 特斯拉电池的供应商 那这个是 大家应该蛮清楚的 就是在做太空旅游的 做太空旅游 昨天也是涨了9.3% 昨天另外 银行股的部分 平均涨幅5%到6% 昨天银行股涨幅都很大 石油公司昨天 艾克森美孚6.3% 哈利伯顿 美国最大天然气8.8% 对 那是雪佛龙昨天6.3%也是石油的 昨天油价大涨11% 所以石油公司大涨 所以昨天美国 强的焦点在哪里 汽车 银行石油 这个比较可惜啊 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 互动性 比较没那么高 对台北股市带动效果比较大的 但是在科技电脑半导体 如果是汽车石油银行 这个互动就没有来得那么密切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没有办法 跟着美国一样大涨 也是有独立的 可是今天台北股市的银行股 有跟着一起上来喔 银行股有跟着一起上来喔 那银行股上来好不好 也不能讲不好啦 因为银行股大多数都是 几百上千亿的 如果银行股要涨 这个对于指数带动很快 可是你钱要够嘛 你钱如果不够 金融股上来 电子股就失血嘛 电子股就会下去嘛 所以如果要双引擎一起动 起码要两千亿 你如果没有两千亿 那就只能动单边 就像之前涨 电子一直涨 金融股不会动 因为钱不够 那像一样钱不够 一千五百亿 金融股一起来 那电子股就被排挤了嘛 所以我昨天就在跟大家讲这个嘛 今天金融股一起来 电子股就被排挤啦 那就开高走低啦 所以今天很多电子股都 开高走低 涨不大的 涨不大的大力光 今天跌了 150元啊 对 3406玉金光 今天也大跌了4% 对 宣德最近涨多的 最后起座的 今天都回的还蛮多的 普瑞最近这波也涨不少 普瑞最近这波也涨不少 对 涨多的今天都开始下来了 对 亚德克最近也涨不少 对 包含镜像电今天也大跌 昨天跌6%今天又跌4% 两天已经跌到10%了 对 茂林这波也涨不少 也算强势的股票 今天都回头下来了 所以说关盘的技巧很重要 资金如果不够 如果银行股上来 电子股你就要小心了 你又不可以跌高的啊 所以昨天我会提醒你啦 涨到电子股不要再追了哦 不要再跌那后 该买的你该买一下 那这波台北股市上来 不值了啦 1700几点啦 1700多点啊 你看这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啦 10年线一定守全新的开始 有没有 每天讲的 在10年线刚破那一刹那 就告诉你了 10年线一定会旧起来 10年线一定会旧起来 赶快买就对 而且这是一个让你 加倍要回的报酬时机 要要报酬哦 你要报酬 这边就是给你机会啊 你看这波上来平均涨幅 平均都30% 最久都30% 40% 不错 高标50% 涨到50%的就已经到高标了 那有没有让你报酬 40% 50%有你报酬哦 一直叫你要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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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报酬哦 那么好的行情 有史以来最强的行情 对不对 有史以来最强的行情 含今天14天 14天涨了1700多点 有史以来最强的行情 那你如果缺席了怎么报酬呢 是不是很可惜 你看这段期间 30% 40%都很平常 冲到50% 机会都很大 你准备不对 我直接讲5G 每天讲5G 你看文贸 195% 起了288% 47% 是不是接近50%了 快达高标了 这两天 营收发布之后 反而开高走低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利多出境 短线利多出境 小心 这些文贸 也说不出去了 这礼拜三天 已经倒退路了 所以结论先跟大家讲过了 涨高就不要再堆了 改买你得买一下 5G的股票不要再堆了 操纵 涨最快 48% 长最快并不见得 后面是最好的 所以我跟大家比较了 散热模组 操纵泰塑双红 最好就是双红 高级上级 白米上级也双红 营收最大也是双红 当然就是双红嘛 长得快 不见得走得远 你看双红 我讲完之后 开始冲 拜里开始冲 拜三也继续冲 你看最近 你再去买操纵 没上当啊 可是双红就冲上来了啊 对不对 双红这样冲上来之后 也49%啊 49%也没输了啊 也没有输了啊 对不对 操纵48% 只是长得比较早 双红后来居上 49%也没输了啊 你看到双红 还没起涨的时候就告诉你了 多小鸡才不是在说的 所以他抖起来了 你看我们双红 双红 涨停 10买进 105买进 一路买 我们嘴巴说说而已 我们真的有在做啊 嘴巴说就没用了嘛 对不对 今年营收还会成长两到三成不变 我每天一直鼓励你们买 我们当然自己有在操作嘛 不可能用嘴巴讲而已嘛 对不对 铜箔基板也不错啦 铜箔基板也是5G建设里面 重要的焦点 这里面最好的台光店 赚最多钱 营收又最大 本应比又最低 啊不要对贯啊 有点要再来挖 晚上跟大家重申 5G短线上要震荡了 要整理了 可是长期5G还是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长线的主轴 来回做 来回做 一波一波来回做 长线5G绝对会发大财 长线主机绝对会发大财 你可以跟着铃铃铃脚步 我们全程锁定5G的股票 这几支来回一直做 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那现在涨到1700点啦 会不会回党 很多人在等回党 可是就是不回党 你看一开始十年线 叫你赶快买 你们不相信嘛 对不对 啊疫情怎么样 经济怎么样 失业怎么样 每天叫你们买 不敢买 那现在越去越管啊 最近很多人想 押回买 押回买 如果不押回你怎么办呢 真的就不押回啦 1700点啦 跨出去一步 总比原地踏步来得好 所以上礼拜开始跟大家谈这个嘛 用囤积基基优股股的心态 找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跌很深的 北比越低越好 几乎是零风险 又可以赚大钱 你看囤积基优股 正威 那一倍才50% 去年赚大钱 股价跌很深 越低越好 一定会大气的 你看大家在谈金像电 哇金像电 多凶都多凶 我说他只赚两毛钱而已 我比较不大啦 压着败的我不敢做 赚两毛钱长成这个样子 他把它超级比一比 药华两块八 北比七倍 金像电两毛钱 北比一百二十五倍 我比较不大 我买药 药华在低档 摆着沾到 你看是不是上来了 药华昨天又继续涨 继续涨 那金像电昨天就大跌啦 对金像电今天还是继续大跌啊 金像电今天还是继续大跌啊 药华今天还继续涨 45% 是不是既安全 又会赚大钱 对 这是囤积基优股啊 药华158 158到今天 40几%啦 你用这样的角度 去投入 去投入 远比你一直在等指数压回 效果来得好 你看囤积基优股 VHQ 240跌到56 赚11.6 这么好的机会 就是囤积基优股啊 什么大戌啊 对囤积基优股股 炭10块6 剩到50几块 你如果拉起来金像4 50% 所以你用囤积基优股的心态跟策略 我们来拿股 股价跌很深的 一档一档50% 我们都可以赚得到 588 一起来赚50% 发又发 黄众福电话 这档公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阿信 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准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定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市就是华信的市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我就在跟你讲了 金融股如果起来 量如果没有2000亿 电子股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就被排挤掉 今天金融股一起来 果然电子股开高走低 涨高的电子股 全部都压回修正 昨天金融股就已经开始转强了 昨天就开始提醒你了 今天金融股再继续涨 但金融股里面 我个人认为最好是这一档 中售 去年3.2 获利创历年新高 股价反而跌到十年的新低 获利是历年来最好 股价竟然是十年的最低 这就是符合 囤积基欧股 北比才五倍而已 要配一块二 殖利率八% 你纵使用存股 这个也很值得嘛 北比才五倍而已 净值31.9 股价只有净值的一半 就最好做啊 最安全啊 上星期打完 我说好机会快落下 讲完就开始涨了 昨天继续涨 今天又继续涨 这样也十二% 老师银行股很大极 很大极哪有差 会贪钱哪有差 对 北比五倍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历年低点 你要当存股也可以 那做个波段也很好嘛 囤积基欧股就是这样子啊 找获利创最好的时候 股价很低的时候 一档一档 40% 50%都贪得对嘛 所以不要担心指数 从囤积基欧股的角度去出发 很多这样的股票 很多这样的股票 最好的还是什么 最好还是 现金大于总市值的 你看汉语博德 对不对 我在3月19号的时候跟大家讲 27.4% 市值134% 现金100亿4亿 应收账款143亿 流动资产360亿 这算钱呢 有谁敢在跌停板告诉你 叫你赶快买的 跌停大家怕也死 还有人敢讲啊 涨停又涨停 对不对 又涨停 紧接着继续涨 一直涨 涨不停 昨天37.7 44% 今天又继续上 39.7% 26.2%涨到37.9% 51% 本来比才6倍而已 中股票可遇而不可求 依照我长期来看财报 会找到那种 现金大于总市值的 那一年货你们找没三四倍 要找到 就是给你贪大钱的 你看这支也是 广华 广华价格在低的时候 总市值29亿 现金27.4亿 对不对 应收账款16亿 流动资产56亿 我说这支最后标 大标股 从144跌到31 净值75 你还不买 那么好的公司 你看财云周 广华是不是大涨了 又大涨了 这样子有起来就 又还有50% 什么最后标 广华 对 36亿附近买 38买 36买 38买 42买 40买 42买 一路一地买 今年49块盘 三材到49块盘 60% 那60% 本比才几倍 才10倍而已 净值74块钱 所以你要找这种公司 放心地做 找到这种公司你就放心地做 可遇而不可求 不太简单 今天防疫的股票也上来了 今天防疫股票里面重点 在原料药 你看旭富先率先拉涨停 旭富 打了又挠头起来破新高 现在有办法破新高的股票 可能找不到十档 对败来三十块 起来一百四十七块 76% 超厉害的 原料股里面最赚钱的 赚7.1 可是我的习惯 我不会在大涨之后来 再叫你去买 反而我会注意什么 获利第二名的生态 起来比较少 生态5.3 蓄负7.1 会差一块银而已 差一块多而已 股价差了一倍啊 差一块多而已 过去差一倍啦 你要去买的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给大家看 我们在做资料是十四求四 你看原料药里面 旭富为什么会长期保持获利很好 因为它的药主要是 痛风尿酸 跟肾脏有关系的 还有抗高血压心率不整 所以它是以肾脏的跟心血管的 那肾脏跟心血管是 长期以来 慢性病的两个族群嘛 所以难怪它的获利会一直很稳定 那生态呢 生态重点在于心血管 呼吸系统 中枢神经 消化系统 你看哦 这次武汉肺炎 是不是从呼吸到感染 然后味觉嗅觉也受影响了 中枢神经 然后还会拉肚子 是不是消化系统 所以如果说以武汉肺炎的话 生态才是真正对症下药的焦点 怎么听好不 注意哦 搞不好变成大黑嘛 利用囤积基欧股的策略跟心态 我们来找 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在很低的 50% 50% 一支一支一支来谈 588 一起来发又发 做助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闻 新闻 是不是